陶金盈金马烫枪,传遭中国封杀移居上海进退两难。 今年金马奖争议不断,主持人陶金盈也受牵连,惨遭中国网友追打,传出连中国的工作都遭取消。 据悉陶金盈为了事业已准备举加班去上海,如今工作全撤,让她陷入两难。 苹果曾报道,陶金盈金马奖在介绍评审团时,完全没提到本届评审团主席巩力,引发外界猜测两人有过节,虽陶金盈事后澄清广告时间询问过巩力发言意愿,巩力表示不像,强调经过一再确认才不打扰她。 不过,中国网友对陶金盈的解释并不买单,直批她是台独分子,要求中国各大电视台封杀陶金盈。 今日出刊的近周刊报道,近年陶金盈将工作重心移往中国,目前手上有妻子的浪漫旅行,童言有戒等节目,之前也有快乐男生蒙面唱江猜猜猜,真爱在景图等节目。 据传陶金盈有一举家迁往上海,让一对儿女在当地就学。 陶子曾感叹自从女人234节目喊停后,在台湾一半年临主持,如今想移居大陆,工作却未明,面临进退两难困境。 陶金盈经纪人张翰金表示,陶子工作并没有特别受到金马奖影响,旧的节目也已录完,目前正在休假,12月台湾会有新工作。 至于工作本来就会有的谈成,有的没谈成,不用太过偏颇。